意外事故的后遗症 训练肌肉重新恢复功能 都是一个漫长而令人沮丧的过程 现在有一种新的治疗方法 正在帮助三名女性 恢复她们的大脑功能与生活能力 这些妇女极力想要恢复的简单动作 包括散步 身臂 微笑 五年前 医生手术切除了林达伯格的大脑肿瘤 给她留下了严重的神经损伤 导致部分功能丧失 治疗时有规律地用电刺激 或用笔刺激林达的脖子 快速脉冲提醒她 面部肌肉如何运作 两个月后 林达就可以活动了 不久就会再次看到我自己的微笑 同样的技术 还在帮助18岁的马尔格塞拉罗尔斯学走路 我的一切似乎都发生了变化 马尔格在睡眠时得了中风 昏迷达数星期 在医院里住了五个月 她腿上的贴片就是让电流刺激腿部肌肉 以正常的方式相互协调 我感到自己走路更正常了 正常也是路易斯福斯特 每次锻炼所追求的目标 她的右半身也因中风瘫痪 她在使用这种机器人 支持恢复她的手臂功能 这个嵌入支架的机器人将有助于病人的手臂运动 进展虽然缓慢 但是这些妇女看到了她们的潜力 当你抱有希望 一切都可能 希望技术和决心的结合 将使她们重新获得行动的自由 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在美国每40秒钟就有一人中风 每26秒钟就有一人突发心脏病 其中一半以上的患者没有出现早期的症状 一种新的厌血方法可以帮助医生 为那些可能有潜在危险的患者做出诊断 莉莎德克曾经三次中风 我开始剧烈头痛 身体左侧发麻 我感到困惑 甚至脸部都发麻 莉莎是没有出现任何早期症状 而突发中风的78万美国人之一 卡拉斯医生说 有许多人突发心脏病或中风 无法通过传统风险因素预先确诊 不过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证时 血液检测的范围超出了高胆固醇和高血压 等传统风险因素 邪胶板检测可以测出动脉内的炎症 在动脉硬化过程中 一定会出现发炎的症状 这种煤含量高也会增加 动脉内结块破裂的风险 可能会形成血栓 血栓是中风和心脏病的主要病因 通过一种能够查出这种重要的 特定蛋白质的抗体测定 就能够确定血液中这种蛋白质的含量 我认为最难的是不知道身体怎么变化 血小板检测能够为一些患者提供信息 让他们更加健康 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